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接受治疗前列腺肥大手术后 被诊断出罹患癌症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 白金汉宫星期五宣布 国王下个星期将会恢复公务和出席活动 对此英国人开心不已 并对于查尔斯三世的抗癌过程 有望成为民众的借鉴 为那些正在和癌磨对抗的患者 带来不少希望 白金汉宫星期五烧来好消息 一度因为癌症治疗暂别公务的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来临一个星期恢复王室公务 并重返公众视线 白金汉宫也发布了一张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 配合两人在4月10号 庆祝结婚19周年纪念日 在白金汉宫花园的合照 国王满面笑容状态不错 查尔斯三世癌症治疗进展良好 接下来会继续接受治疗 医疗团队对他持续康复 抱持乐观态度 英国民众乐见国王重返公务 Ja,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he's got a clean bill of health to return to work which I'm sure he's happy about and will be happy to be out and about and everyone, you know, seeing that he's in good health 對 這是很棒的消息 很難聽聽到癌症癌症 跟他和Catherine同時同時 所以他很棒 他會再次戰鬥 然後再回來 看待國家 就像他一直都在做 查爾斯國王今年2月 接受前列腺手術後 被診斷出患癌 之後暫停公務讓路治療 75歲的國王走上抗癌之路 確實不易 他抱病重返公職的消息 無形中為與癌症抗爭的患者 帶來鼓舞及希望 根據行程安排 查爾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後 預料將在來臨星期二 訪問一家癌症治療中心 和醫護人員及病患互動 未來幾個星期 也將出席一系列公眾活動 兩人也會在5月6號 參加加冕一週年慶祝活動 並且會接待日本德仁天皇 與雅子皇后 6月底抵達英國 展開國事訪問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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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